国立台湾大学工商类杰出校友 青年创业推手 洛景明 洛景明董事长 1964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 随后取得美国州立阿拉巴马大学商学院 硕士学位 在台大的学术上的收益 因为台大有很多好的教授 对我们的经济的所有的知识 都有提供很好的一个指导 学习当中获益很多 1968年自海外学程归国 进入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从基层开始磨练 在他的领导下 催生台湾第一张信用卡 此外 中国信托成为全台湾最大的发卡银行 洛董事长功不可没 从事金融业到现在已将近50年 那在这个中间当然也会遇到挫折 但是你就是要以非常专业的精神 以身作者能够率领所有的同事 来一一克务 1999年 陆董事长创办台湾第一家 以投资为本业的银行 台湾工业银行 同年开始举办台湾工业银行 We Win创业大赛 有计划 有系统地协助年轻世代 实践创业影响 此外 国内许多公共建设 企业的创立 扩充 皆因该银行的财务支持 才得以完成 这次非常荣幸地 能够被选为台大的银筑校友 同时 对我们年轻的朋友们 一步一脚印 非常踏实地去做所有的工作 或者学术的研究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相当好的成就 陆董事长身为金融家 以十分雅好艺术并致力推广 台湾工业银行的总部大龙 经常举办音乐会 讲座 展览等活动 成为内湖地区重要的一文中心 数十年来 积极协助青年创业 推动台湾产业往前迈进 洛董事长 可谓为台湾金融产业发展史的活字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回应